这是什么情况 安琳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过他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 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好运了 打了十多个人 也是累了 喂 谢董 打来打去都是寒山拳 有没有别的术法可以学去 道之体达到八段后 也可以修习土系功法 土系功法 地连神宫第一重达成条件 黑石封顶打坐土纳一日 想要到达黑石封顶 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飞上去 飞 飞上去 我又不会遇见飞行 算了 我看啊 我还是先寻找补刀目标比较重要 学长 别跑啊 你节操呢 看山车 安琳 你给我记住了 导致体九段任务完成十分之一 太好了 我是一个不打将 不打本领将 打斗上了 只要是在半空中 弃的招式便对我不起作用 哦 是吗 终极闪光 可恶啊 不甘心啊 哎呀 应该QER三个技能连着放的 我果然还是个手残党嘛 这女的的穿衣打扮 是在Cosplay魔法少女拉克斯 是谁在掩饰后面 糟糕 被发现了 我正愁没人让我练技能 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动作好快 魔法少女饶命啊 我只是从凡家来打酱油的啊 我知道了 你是我们学院最强关系户安邻 那你一定会玩英雄联盟吧 会是会 哈哈 修剑者给我递了一部手机 这是什么怪异的场景啊 来 我先玩给你看 她用的角色是光辉女郎 哎 我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的光辉女郎手机会有加成啊 哦 你说那个呀 我很喜欢光辉女郎这个角色 帮她修改了一些技能 没想到你这个关系户这么多英雄联盟 这样吧 只要你打赢我一局 我就放你一马 你这是要我陪你玩上一整天的节奏啊 玩一整天 陪你玩可以啊 但是 我要选择玩游戏的地点 哪里 黑石峰岭 小姐姐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遇见悲情 你分手点 没事的宝贝 我会温绕带你的 我连你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啊 我是大一三班的柳千焕 柳千焕 上一届天榜排名第四 要不是玩物丧志 他其实能争一争前三的 算了 他们也快飞出我管辖的范围 后面的就交给其他老师吧 到了 就有人来了 请你们不要打我 我这就走 我觉得他很古怪 这个人的修为感觉也就只有八段 应该还不会遇见 难道他也是这样爬上来的 算了 不管那个怪人了 既然上来了 你可要预约陪我玩游戏哦 这当然 幸亏上回拉肚子 我自创了一心二用的吐纳天地元气的方法 这下省事多了 唉 真倒霉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大一一班 徐晓岚 请赐教 大五一班 晨晨 话说徐晓岚学妹 你能不能放过我 我要刷功勋职 所以不好意思啦 晨晨学长 消失了 连气息都感觉不到 这是什么神奇的盾数 真倒霉 又浪费了一点元气 晨晨不愧是真神看中了学生 乳学是道之体八段 现在还是 逃命功夫算是一流的啦 真希望你能出手一次 别这么默默无闻到毕业呀 任务完成 恭喜你 地连神功达到第一种境界 汉山拳提升威力一倍 我的天呐 你身上在发出金光 你玩游戏顿悟了 嘿嘿嘿 二人 你这套玩游戏也能变强的功法 教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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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f you want another night Just let me know Just let me know Just let me know